嘩 哇 不要跟我說這裡是他的巢穴 好黑喔 走路的嘎啦嘎啦嘎啦的聲音 黑的鑰匙啊 WTF? 我聽聽有人在哭欸 幻覺了嗎 幹這怎麼過去了 那女的該不會就是之前信中寫的吧 沒有路啊 幹 沒有路啊 欸 欸 這邊有開關我沒看到 你沒有看見路嗎 我什麼也沒看到 啊 幹 也不要這麼黑嘛 我突然想要去上廁所 我突然想要去上廁所 喔 在幹嘛 什麼 這個樓梯下去起不來欸 哇 那一定要下去 爛地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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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起不來了 幹嘛還摔我一下啊 沒有撩血欸 劇情 因為是劇情的關係 幹 幹 那上面是人啊 他是不是懷孕的啊 啊 下面是什麼東西啊 這感覺 額額的啊 我是不是手上應該先拿一個木棍啊 啊 呦 這些人都是吃人肉長大的嗎 我發覺我走在這些骨頭上的聲音好像嘴巴在吃東西喔 超噁爛的 這遊戲場景做得真不錯 極度好評 亂頭台欸 幹 下三小 這邊人的骨頭也太多了吧 怎麼可能死這麼多人啊 這整個村子的人都死光了 我看到了 XD 幹 搬不到 瓦琳老師塔 這個黑暗的是沒有鏡頭的嗎 我們是孤獨的嗎 大家都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他要留我自己一個活著 這個地方在召喚著我 我可以感覺的到 終於 我的心智終於可以休息了 養三小 幹 你哪是人呢 我剛剛是 欸 人呢 這邊應該沒有路可以出去啊 幻覺了嗎 超噁的 這是剛剛 開前面的地方嗎 然後我可以好像聽到有記錄的聲音先去記錄一下好了 什麼事啊 噴那一大堆灌的都出來 完蛋了 完蛋了 我又在找海市聖樓了 這個地方 進入點的聲音 都不在我所想像的地方 感覺好像兩條路耶 感覺好像兩條路耶 他是正常的還是怪啊 啊 怎麼沒有過去走過 這個是怪物啊 好 呀呀呀呀呀呀 這聲音 不屑 欸 這裡 等 等 等等喔 那個傢伙 我是不是走錯路啊 他會追 他就在前面那個角落 等一下換條路好了 泡杯啊 呦 給點光亮啊 哇 怎麼 這邊應該有個機關 欸 這傢伙是哥布林喔 嗚嗚 他身上怎麼好多蒼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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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沒有到 紅色按鈕 就是沒有開的門 應該是有一個機關要開 我才知道要開哪裡耶 裡面嗎 怎麼進去啊 不要跟我說要用丟的 最好是這樣啊 最好是這樣啊 這個 這個真的是用丟的嗎 這樣技巧也太難了吧 不是這樣子吧 靠北 進不去啊 有沒有注意到什麼開關我沒有看到的嗎 好拉桿可以直接用超能力開啦 幹 這麼遠喔 我都不知道 開了哪一扇門喔 開了哪一扇門喔 喔開了開了謝謝謝謝 怪物好像不見了 輪化爐 應該是沒有東西要轉啊 第一次走 走這裡都要在那邊繞來繞去 感覺時間就是這樣浪費的 不過不走的話又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東西 放寬心丸 我 удар的話 狼烈 你 喔 手把控制室的對面 我聽到記錄敵人聲音了 耶 這台子的 瘋狂不停的在我腦袋中跳動 沒有任何的慈悲可言 呵呵 不放過我 我沒辦法再承受下去了 而且我竟然還在這邊沒有逃出去 我在想著我下一行字要寫什麼 這些人都已經瘋瘋癲癲的感覺了啦 無法形容 有紀錄點就是讚 這邊 剛剛那個女人那邊死掉的啊 我應該會直接跳回上個紀錄點 抱怨 不要跟我說要踩這根欸 不可能吧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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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拉就可以了 強迫症 強迫症 虛迫症 都會被撓中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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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邊可以上去 這邊是故意設計給我們找東西的對不對 其實上面什麼都沒有 滿足我們好過的 慾望 應該是在這裡 靠北 What the fuck SIFT SIFT 這層感覺好像跳不過去齁 主角不能用手拿東西真的感覺很煩 真的真的有點煩 用手拿東西我就不用一直耗這些血量了 可以滾一點嗎 滾遠一點嗎 應該不會滾下去吧 終於啊 跑酷 好累喔一路這樣疊上來其實有點累 兩條路欸 等一下喔 這一棟跟剛剛那個女的那一棟應該是不同的地方了 欸記錄點 我是整個過橋過來的嗎 記錄一下 這邊也要充電喔 這邊也要充電喔 這樣好麻煩喔 外面的陽光跟土地 出不去 不可能啊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 有一個能量可以減啊 這樣子的話又不是虐死人啊 那一路過來好像也沒看到喔 那一路過來好像也沒看到喔 不要這樣子 我如果在前面死掉的話它會全部從來 再搜尋一次 我不信 一定有辦法 缺一個 衣罐 沒有 空的 啊 衣罐 有了有有有有 這真的是超沒效率的 等一下喔 好像燒了好像也沒屁用 蛤 神聖的祈禱者 我給他什麼藍天白雲 這樣子很小 神聖的 純潔的 神聖之光 還有夜晚之指 放逐所有的黑暗 賜予我們光芒 阿拉斯 這邊沒有任何希望了 我們 我們 我們被詛咒了 一般 要永遠行走在黑暗 陰影之中 我們吃著 被遺忘的果實 我不想看這個 幹 我們只能以遺忘 讓 之地的果實 衝 衝擊 阿 忘記拿這個 我都不知道那傢伙是在講三小 拿東西的時候不能跑 好 他們這裡面有些人在講話真的是 聽不懂 感覺好像要形容得很悲慘 用另外一種方式 但是 太繞舌了 不知道講什麼鬼 欸 這邊怎麼還有一罐阿 這就跳下去了嗎 帶著好了 衣罐感覺蠻重要的 應該是這裡沒錯 幹 腳斷了 這個衣罐雖然會發光 但是他不能當作造明工具 怎麼有顆石頭在這邊 好煩喔 一次要帶兩種東西好煩喔 這石頭到底有沒有用阿 幹 誰過來我就一石頭砸死他 畫面都看不太清楚 什麼東西 隱形怪嗎 找死 如果我能普通撿東西的話真的很方便 阿 這裡石頭蠻多的嘛 好 我現在可以直接跳下去 不過不要了 幹 你哪是 這石頭是假的喔 這真的超浪費魔力的 那個石頭的木板都打不睡 我幹嘛帶石頭 幹 補給方 我的衣罐呢 我不知道帶這有沒有意義啦 先把他丟下去下一層好了 要不然下去應該上不來 還是說這個遊戲其實可以普通拿東西阿 就算有能力之後 在別人的坟墓上蹦蹦跳跳 超爽 喔 有一扇特別不一樣的門 在一千年之前 最... 在一千年之前 他從什麼身體中分離墜落出來 講什麼 他哭泣而且流血 但是我們讓他 有安全的地方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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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去 嘗試 那個水果 沒有人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嘗試這個 吃這個水果 我們是 這個秘密的守護者 而且永遠都是 一千年之前 什麼東西阿 一千年之前 什麼水果阿 怎麼有關水果阿 西瓜嗎 他說 不管是任何人 都不應該去吃這個水果 幹 禁果 你說...你說蘋果嗎 蛇...蛇叫亞當吃的蘋果嗎 靠被換地圖了 帶的東西都是 浪費的 現在已經回不去了 我很確定 不管我如何 痛苦用力的掙扎 我的理智還是慢慢的離我而去 我的理智 沉浸了 虛...虛無的黑暗之中 難道這是...真的嗎 難道那個女人 曾經是我真正的老媽 蛇... 講三小 然後關於剛剛那個水果那個是在暗示什麼東西 不要再講水果了 西瓜 榴槤 古代榴槤 榴槤在古代是一個神聖的水果 可以用來招神 是這樣嗎 幹怎麼換的地方怎麼又在這同樣的點阿 這邊的場景怎麼都變成這種... 一堆死人的監獄阿 東西都撿不起來了 什麼爛地方 我的火咧 我的火咧 這個... 捷徑跟擋...擋路的地方阿 你們看這個是一個正方形的房子 但是中間多了一個... 七字型的石牆 故意在擋路的阿 來 繞回來了 好...好迷宮喔 造回來了 第一條路 火種嗎 這是... 是不是又繞回中間了 幹還真的 我走路好像在邊走邊吃 因為地下踩那個褲頭的配置就是這樣啊 找東西來壓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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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目前只有一張 我現在 一張應該快破了吧 玩了好幾個小時了 我覺得氣氛跟長子真的做得不錯 啊 啊 應該是要跳了吧 這些後面的門都完全沒有反應欸 完全不知道這裡在哪裡啊 標記要摔倒了 下面好噁心喔 竟然都爬到柱子上的走柱子好了 哇 沒路 記錄了 自動的 這邊變得更噁心了 地下這是什麼 不是血液喔 好像那個 珊瑚的東西 這地方的構造真的超級歪超爛 好煩喔 感覺是故意要做成這樣讓我沒路的 每一條路看起來都差不多 實際上都通往同一個地方 你可以再擋路一點嗎 那裡啊 他怎麼在我後面出來啊 嗯 幹不要燒我了 奇怪 沒有路 有路 哇 現在要回想起來 回想一下 這樣要怎麼回去啊 這邊只有單行道欸 而且這要怎麼 好像有個石頭欸 欸 這邊好像可以壓欸 看不到路 有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我壓一下這個 有兩個 啊 這要丟石頭進去壓啦 對不對 對 來試看看 我剛不是看到很多石頭嗎 石頭怎麼不見了 他有兩邊需要壓 啊 這種地方如果真的記不起來的話 那就完蛋了 死定了 你就會在這邊死好多次 最好是標 死也要紀錄 啊 我們不要用丟的好不好 保險期間 用保險一點點方式 這怎麼移動 啊 幹 差一點 喔 喔 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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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剩對面一個啊 可是 我沒有看到對面有 有像這種漏洞欸 那該不會一個洞要搞兩次吧 而且這丟過去之後 要是沒中怎麼辦啊 好糟喔 好糟喔 對面那個怎麼辦啊 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啊 先丟一個過去看看 喔 蠻遠的嘛 好糟喔 幹 老實 水 水水水水 水 我現在再需要再一個石頭 那個傢伙一直在有石頭的地方倒來倒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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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邊有一條路 有一個石頭在路中間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哇靠 這邊石頭都集中在這裡啊 WTF 啊 血 我可以看他影子 走不走啊 剛剛石頭掉在地上 看他一聲他就走過來了 不要踢我的石頭 哇 哇 中三小 好 幹 幹 門開了門開了門開了 謝謝謝謝 謝謝 啊~~~ 啊!!! 看上下我又沒被他看到在叫什麼 等一下...他應該不會走在這裡來吧 我前面是上開了門的位置不知道在哪裡 看起來很近對不對 可是好像在繞一大圈 我嚇到怪物 刷三峽幹 這邊還有一個石頭不要吧 還是可以堆啊 沒事沒事 開哪裡 啊這是開前面的門啊我懂我懂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沒事 這邊就不能再多一個石頭給我一下嗎 可以嗎 靠北 這石頭丟進去之後我應該可以從空隙去操縱他吧 幹 怎麼回事啊 可以了可以了 好累喔 不是好累啊好長的關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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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嗎 有門 什麼 現技場嗎 他打開了他的嘴巴只花了一點時間 在痛苦中尖叫 他脫臼的下巴在晃動 然後牙齒都快掉光了 裡面的血肉反正就是扭曲模糊 賈可伯把他拖近一點 拖到了女人的腳上 在那個時候我以為 這些悲慘的事情終於要結束了 不過我的希望破滅了 當我看到賈可伯的臉上還有 不是賈可伯當我看到他臉上還有他的 嘴唇在顫抖 還有賈可伯那個噁心的笑容 過了一段時間短短的時間 他把他已經纏不忍睹的臉 貼在燃燒的火爐上 蛤 他把熱油還倒在他頭上臉上喔 好噁心喔 什麼血液什麼從他頭髮上留下 對啊紙條是有內容的 但是太繞口了太煩 太多了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這真是虐人了 這賈可伯到底是誰啊 他到底在這邊殺了多少人 然後每一個都虐死 瘋狂的虐待 會不會跳過去 怎麼那麼多路啊 寫這封信的這個第三者 見證人跑掉了 他說他想要逃跑還是已經跑了 我不知道 這是分成兩條路啊 是說如果我們用跳的話可以直接跳過去嗎 他又是死跳怎麼辦 那個你的被當祭品 等等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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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一些浮紋耶 很像F的有圈起來 哦 這該不會就是 鞋子條的見證者吧 他是跑到快出去的時候結果 掃了半邊開門的鑰匙 然後掛在這裡吧 看一下 他說 當教授 當教授把那個母親還有孩子帶來我面前 而且他們還很安全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不過這個開心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很久 因為我的慾望 蛤 他說什麼東西全部 放在他面前 什麼意思啊 然後最後我 雖然 我的兒子 會變成他的 類似實驗品還是什麼東西 變成他的家 家處 等到我發現這一切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他不停在做噩夢 噩夢都 毀了 毀滅 他不停在做噩夢 人們的哭聲 就好像 暴風雨一樣 雷聲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求救的聲音 還有那些人哭喊的聲音 讓我的思想變得很非常的混濁 我必須把這一切都結束 在他 全部都 太晚之前 講三小 幹好繞舌喔 我的快樂並未能持續我的孩子被教授當成實驗族 對啊 要快速的翻譯邊玩邊遊戲其實有點困難 還少一半 要考驗事情太多了 要考驗事情太多了 這家區應該很綽吧 右邊 嗯 我沒有在記單字 其實我沒有認真學過 要慢慢看著看著理解而已 靠杯 他又再度拜訪了他們在挖掘的地區 盡可能的記錄下任何可以幫助我們的 幫助我們研究的一些 細節跟項目 我下一次在拜訪這個礦坑的時候 我會收集一些樣本 然後我把這些樣本送給你 可能是寄給博士的樣本吧 並沒有署名是博士 不要在這邊都來吧 欸碎片 我看紙條的時候時間是暫停的嗎 都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我試著 嘗試去開那扇門 看起來我 不是很明顯我 少了開門鑰匙的其中一個部分 是 根據我最新的研究 指明了 在那扇門後面隱藏著強大的力量 在根據之前古代的紀錄 就更加確定那扇門後面有我想要的那種 神奇力量 唸動力之類的吧 這個是醫生寫的欸 他說比較 在之前的研究報告員 說 說那扇門應該是一個類似傳送門 永恆的傳送門 可以傳送到不同的世界去 但是我有理由相信這扇門 其實就是一個古代的 古代科技 可以帶領你的靈魂 到 到什麼 到 可以生還你的靈魂 到 到那個 那個單字是什麼啊 對不起啊 我說不出來啊 enlightment 什麼東西啊 還可以 讓你的靈魂自由 從你的這 這副臭皮囊中解脫 讓你的靈魂昇華 並且讓你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 差不多了啦 幹 要開這扇門 反正就是要鑰匙跟一個 類似 儀式吧 感動畫 诶 诶 他幹嘛 一群群對我抓到手我倒了 這邊有一男一女的 诶 幹什麼 這怪物護殺欸 他們是要搶水果是不是 這個女的只有一邊奶 怪物 他怎麼又在哭了啊 他又進去了 喔 叫化 起敵 喔 可以起敵你的靈魂啊 反正就是讓你的靈魂昇華的意思啊 我好像 我好像可以聽見他進去了 他幫我把怪物殺死了 你看他的邪屏 所以說 我可以合理的推升那個真的是我老媽吧 雖然他已經變成怪物了 沒有路了 他幫我欸 幫我逃離了怪物的魔爪 雖然他之前好像要殺我 他到底是要怎樣 這邊如果掉下去就久了 跑出聲音囉 等等 可以按嗎 這古代科技開門能開快一點嗎 嗚 嗚 我要脫離這副臭皮囊了 我要升天了 小孩子的聲音喔 那我聽到小孩子的聲音喔 這個是可以選的不進去嗎 呵呵 幹 不管了我要進去了 大家掰掰 到底是看到什麼啊 水果嗎 沒了 靠杯 至少給我一個場景吧 啊 第一張結束了 喔好長喔 這是第一張 不過我覺得不錯啦 幹 最後 喔 最後真的有點可惜啊 最後給我一點場景就好了對不對 不過他在這條中有解釋 通過那扇門就是到 類似另外一個世界的地方 另外一個位員 然後在門後面隱藏著 巨大的力量 你可以獲得超能力之類的 但是我已經有超能力了不是嗎 然後 在這條中所謂講到的什麼水果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難道是博士之前提煉黑色液體的 水果嗎 對啊掉胃口啊 這個這個 這個還沒結束了 這才第一張而已 第一 第一張我覺得不錯啦 不過最後真的有點可惜 如果不要 完全白光的話 對不對 給點東西嘛 給一點東西啊 不過整體來說這個遊戲真的好 蠻不錯的 氣氛很夠啊 而且遊戲 不要說優化 優化 優化沒 玩的時候沒有感覺到卡頓 你就是 就是優化好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這塊遊戲 我個人覺得這塊遊戲蠻好玩的 等到第二張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繼續玩 不知道他有幾張啦 再加上故事其實也不錯 故事有 故事真的不錯 但是很多 很多字條看的 看的有點膩 有點煩躁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沒有中文的關係 如果中文都要很順暢看完的話 其實不會花這麼多時間 蠻好玩的 這個遊戲主要是在 是著重在 恐怖的氣氛 他不是一直跳出來要嚇你那種 不是 他大概就是跟司機陣那種 慢慢的讓你 融入場景 在讓你在玩的時候 感受場景的不同變化 然後你就會 被壓力侵蝕 慢慢的 慢慢的滲透 我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哼哼 所以玩到某些地點的時候 你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啊 還是什麼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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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你就會 就會 就會有點皮皮刷的感覺 就會開始冒汗了 蠻好玩的啦 有做到位啦 真的 有到位啦 這個遊戲 恐怖遊戲來說 嘿嘿嘿 有跑酷有超能力有解謎 嘿嘿嘿 等地要讓出來啦 這個遊戲很可惜是 那兩家漢花都沒有人漢花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恐怖遊戲本來就是小品吧 再加上沒有大力宣傳的話 只有玩過的人才會知道說 喔 這個好玩 這樣子 所以他們大概也不會去漢花這個 這個遊戲第一章就完了這邊結束啦 等第二章出來之後再繼續啦 NESA謝謝訂閱 等第二章吧 手把掉了 開玩笑喔 怎麼可能 我先來把死掉了 啊 好玩 放 jeux 我們是 運用 運用 ro 永遠